讲的还是photoshop的一些东西啊 今天还是讲了photoshop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要讲什么东西呢 那么来看一下啊 就是接着往下面说啊 接着往下面说的话就是这关于photoshop的 批量切涂的一个技巧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是我们做出来的啊 我们来看另外一张图啊 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啊 关于这个首页的这个啊 这一张图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张图的话怎么样 我们今天来用photoshop把它做出来怎么样 这个就没必要了啊 再这么做的话怎么样 我们是抢了UI设计师的事情的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怎么 做我们前端本质的工作 干嘛呢 我们要把这个效果图怎么样 把它做成页面 这就是前端本质的工作啊 前端本质就是什么呢 把效果图生成页面 是这样的啊 这是我们前端的第一大块工作 第二块工作是什么 通过GS写什么 编程吧 咱就两块工作是吧 一个是通过效果图来生成这个布局的页面 这是第一块工作 第二个工作就是什么 做这个编程啊 做GS的编程啊 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啊 来开始来做这个什么呢 效果图的 通过这个效果图来做什么呢 来做页面啊 来做页面啊 这就是我们 呃本质的工作啊 那么今天还要讲的是什么呢 这个批量切图 Foto Show的批量切图 这是指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呃什么 这个呃这个流程中的一种啊 流程中的一个步骤啊 实际上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的是什么呢 第五个啊 就是什么呢 前单页面的开发流程啊 前单页面开发流程啊 前单页面的开发流程啊 前单页面的开发流程的话 干嘛呢 就是说我们就要通过这个什么 效果图来做页面 是吧啊 那么的话 这个开发流程的话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效果图来什么呢 来演示如何什么呢 按照一个规范的流程来完成这个页面啊 完成这个页面啊 这也是我们前单的一个第一大块工作啊 好 那么通过这个效果图如何完成一个 按照规范的流程来完成这个页面呢 那么主要有这四步是吧 这四步啊 第一步的话是什么呢 创建这个页面项目目录啊 创建页面项目目录啊 第二步的话是什么呢 使用Photoshop怎么样 对效果图进行切图啊 切图完之后 然后切出什么 网页制作书样的小图片啊 这是第二步啊 第三步的话怎么样呢 将双式类的图片怎么样 合并制成雪碧图啊 制成雪碧图啊 好 第四步的话是什么呢 结合我们的Photoshop 以及代码编辑器 就是subline 是吧 然后怎么样 参照效果图来制作HTML 输写HTML 代码来制作页面 是吧 这是一个完整的流程啊 那么这日常开发中的话 承担的很大一块工作 就是整天在重复这些事情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首先的话 假如说我们 接到了这个效果图之后 是吧 接到这个什么呢 这个什么呢 从GY设计师那里 接到效果图之后 我们先要做什么 是吧 先要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先怎么样呢 先来创建这个项目录啊 创建这个项目录 创建这个项目录的话 那么一般是我们前单的项目录的话 不是最终的项目录啊 我们是前单的这个页面的目录啊 比如说我来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这个什么呢 讲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外户的一个项目录是吧 这个外户的项目录啊 好 这个项目录的话 那么新建完之后怎么样呢 在里面啊 一般是什么呢 先新建几个文件夹啊 先新建的是一个 先新建一个 Imagic文件夹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放图片的吧 好 然后再新建一个什么呢 这个CSS文件夹 这个是什么呢 放什么 放CSS的 是吧 然后再新建一个什么呢 这个 JS文件夹啊 这个是放我们后面加上 Squibb的 是吧 好 然后的话 这个项目录基本上建完了啊 建完之后的话 那么 前单的目录就这么简单的啊 最终的话要和后章怎么样 一起合并这个项目录 那么 那个项目录可能就不一样了啊 前单的项目录就是这样子了啊 好 这个建完之后的话 那么第一步就做好了吧 第一步做好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切图吧 切图就回到这里啊 这个地方应该没有写好啊 应该把这个放到前面 是吧 那么 回到这一步啊 那么就是什么呢 这个Photoshop的切图是吧 Photoshop切图啊 Photoshop的切图 为什么要切图呢 就是我们要怎么样 从这个效果图上面 获取我们网页上要使用的图片吧 啊 获取网页上要使用的图片 这个叫切图啊 好 切图的话怎么切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图 这个效果图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后面要做的一个项目啊 天天生鲜的 这个电商网站的一个项目的首页的效果图啊 好 如何切图呢 那么还是要用到在我们Photoshop里面昨天还没学的一些知识啊 就是关于切图的一些知识啊 切图的一些知识啊 在这个地方啊 再来看一下 好 那么切图的话 首先什么呢 切图首先有单张切图啊 我们先说一下单张切图 单张切图的话 那么用的最多的首先是什么 这个裁切工具啊 实际上这个用的不多啊 实际上介绍一下 那么单张切图用的最多的什么 用这个矩形框工具 就可以单张切图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啊 假设说我这个时候我想把这个logo把它拿出来 是这样的啊 好 怎么切呢 那么这里面有一个裁剪工具啊 在这个 应该是哪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吧 再看一下啊 这里是不是有个裁剪工具啊 裁剪工具啊 好 裁剪工具 大家看一下啊 好 那么给大家的这个效果图的话怎么样呢 给大家这个效果图怎么样 它事先有什么 这有有有什么 画好的这些线吧 这个是一些切片啊 那么按理来说 应该把这些切片先把它藏起来的啊 好 如果说大家有这些切片的话怎么样呢 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 要不然太难看了 是吧 然后这个视图里面有个什么 这个显示啊 然后把这个切片 把它隐藏起来啊 先把它隐藏起来 好 隐藏起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使用这个进行单张切图 是吧 那么的话把它 是吧 在页面上是不是可以拖啊 拖拖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框起来呀 好 如果说大家 这个不满意的话 可以调一下是吧 调一下这个大小 是不是这样的啊 调这个大小啊 好 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怎么样呢 就打对钩 打这个对钩 或者什么 双击一下怎么样 那么就可以什么 是不是切好了 切好了之后大家记得啊 这个图的话记得怎么样呢 啊 文件然后存储为外部首用格式啊 存储外部首用格式之后怎么样 大家记得存的时候怎么样 要另外 要另外取一个名字啊 存储的时候要另外取一个名字 大家记得 不要取原来的名字吧 啊 好 取原来的名字怎么样 容易覆盖吧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假如说我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啊 假如放到我的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这个 呃 这个外部里面 imagist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假如我先放到这里来吧 放到这个外面的imagist里面来啊 好 假如说这个地方叫logo吧 logo 是吧 好 保存是吧 确定是吧 好 好这个切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是不是切了一张logo的图片过来了 在这里啊 这个是 好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里啊 这里是不是有张图啊 大家觉得很奇怪 是不是它什么 它是不是新建的一个imagic的文件夹啊 要把图片放进来啊 好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是什么 属于这个什么呢 单张切图啊 单张切图 好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是不是切了一张啊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怎么会有两张呢 好 好 文件存储过web 所谓格式是吧 存储过web 然后存一下 好 这个的话啊 那么它有两张图啊 好 我演示一下啊 先把这个删掉吧 删掉再来演示一下啊 好 删除啊 好 一样的啊 那么刚刚是怎么样呢 就是通过这个什么呢 通过历史记录上回去一下啊 打开历史记录回去一下 然后回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刚刚是怎么呢 是通过这个 这个工具吧 这个工具啊 再演示一下啊 点它 然后画一个地方 是吧 然后怎么样 双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双击 双击完之后 然后怎么样 再存储web 把他存一下吧 存在的时候 大家记得一定要怎么样呢 一定要什么 另外取个名字吧 好 这是第一种方法啊 好 这种方法的话 大家知道有这么方法就行的 那么一般的话 这个方法不是太常用啊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是什么呢 好 再回去一下啊 还有一种方法怎么呢 是直接通过什么呢 直接通过这个 矩形宽工具都可以了啊 矩形宽就是什么 是这个工具吧 再看一下 这个工具啊 这个工具一样的 把它什么呢 拉一个框吧 拉一个框 有人说 我这个框 我框的不满意 我想把它调小一点 怎么调啊 它是一个蚂蚁线吗 是一个选择框吧 选择框调大小怎么调啊 那么选择里面 是不是有个什么 变换选区啊 变换选区是吧 变换选区是不是怎么可以 这么样子是吧 这么调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跟那个采换是一样的啊 好 调好之后再双击 这个蚂蚁线 是不是确定的啊 确定完了再来记得啊 那么再次 图像里面有个什么 采捡吧 图像里面有个采捡啊 采捡之后怎么样 点一下 是不是采好了 采好了 再把它存储一下吧 文件 存储为web手运格式是吧 好 存储web手运格式 然后再把它存一下啊 好 存一下 存一下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呃 这个把它再存一下吧 是吧 好 存一下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logo吧 logo啊 logo 好 logo 然后再保存一下啊 好 刚才存的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这个地方要选一个这个啊 这个地方要选一个所有什么用户切片啊 记得所有用户切片啊 所有用户切片 然后再把它保存一下啊 好 因为这个地方是什么呢 切这道切片啊 切片 切片我们还没说啊 好 把它保存一下啊 保存一下之后点确定啊 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等我们是怎么样呢 是不是要拿出来的啊 是吧 拿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啊 啊 拿出来这样一个东西啊 那么它始终会借一个 一麦去什么进家 是不是这样的啊 把这个图片放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 大家等会儿演示一下啊 这个等会儿去练习一下 这个东西怎么样呢 是每次怎么样呢 是不是只能切一张图啊 切一张图是不是很麻烦的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但是大家要知道啊 要知道这个什么叫单张切图啊 就切一张图的时候怎么样呢 可以用这种方法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肯定是不能这么用的 是吧 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就是用多张切图啊 一致性切很多张啊 就是多张切图啊 好 回去一下 回到这个地方来啊 回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那么一次切很多张的话 是怎么切的呢 我们需要怎么呢 需要啊 用到另外一些工具啊 另外一些工具啊 等会儿这个工具 大家自己自己再练一下啊 另外一个工具就是 关于这两个啊 切片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 就是我们前单经常用的 两个工具啊 切片工具 就是来一致性切很多张的啊 好 切片工具的话 那怎么呢 它里面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切片工具 一个是什么 切片选择工具吧 好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切片工具啊 好 切片工具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我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怎么样呢 有前面的人已经切好了 切片了 看到没有 这个地方实际上 就是一个切片啊 比如说我用切片选择工具 可以选择这个切片啊 这是一个 什么 已经选好的这个切片啊 好 应该是把这个图像的切片先把它删了的啊 好 那么大家如果用这个图的话 大家如果有切片上 大家可以先把它删掉啊 删这些切片呢 那么用这个切片选择工具啊 切片选择工具 然后选择一个切片 然后按键盘的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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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 自己要切这个切图 好 这个删掉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页面变得好看的吧 是吧 点它按delete键 记得什么呢 是切片选择工具 明白没有 选择切片选择工具 点它然后把它删了 点它删除 点它删掉 好 这个把切片删掉了 是吧 是这样的啊 好 切片删完之后 我们干嘛呢 我们先要自己切啊 自己切图啊 好 怎么切图呢 那么就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切片选择工具 不是切片工具 说错了啊 好 大家用这个切片工具 就是这个啊 大家记得啊 切片工具的话 就是一个刀 是吧 一个小刀的形状吧 好 切片选择工具 就是上面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小箭头啊 大家记得啊 用切片工具啊 直接在上面什么 拖动是不是就可以切了 是不是可以切 切一个出来啦 好 切个出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然后如果不满意的话 可以拖动吧 拖动啊 好 有时候假如你拖的不准 假如说就完全就 不能什么 拖到跟它靠起 怎么样呢 可以这么做啊 比如说 这个我想再小 比如说拖到这里来 我想再小两个像素 是吧 那么切片的话 还可以什么 双击它 怎么样 双击它 然后在这里面 人为的强制怎么样 把它调一下吧 比如说调成150 是不是可以啊 好 点确定一下 这个是不是 强制的150啊 没有没有啊 双击一下它 然后这150 这是59是吧 好 这个切片的大小 就这么大 是吧 然后怎么样呢 双击一下它 再双击啊 双击的话 怎么样呢 还可以求人吗 给它起名字吧 给它起个名字 叫logo是吧 logo啊 好 确定 这个logo 我们是不是切好了 好 接着切其他的图片啊 这样的啊 好 切着切其他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放大镜一样的啊 好 把它切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切完之后双击它 然后命名为什么呢 这个zoom吧 zoom啊 这是放大镜的是吧 好 确定啊 好 这个是不是切好了 好 切好了 反正是碰到图片的地方 就要切下来啊 好 有人问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图片的 这不需要吧 这是一个色块 这是一个色块 我们直接用白光的color 就可以了吧 是吧 这不是一个图片 是吧 好 有人说 你这个是不是个图片呢 这应该是的吧 这是一个图片啊 同样的把它切下来啊 现在如果 如果什么呢 切的不准 可以放大一点 是不是这样呢 放大一点 再调一下吧 是吧 再调一下啊 好 再调一下 好 然后双击一下它 把它命名为什么呢 这个是chart吧 是吧 chart啊 好 确定 好 接下来的话 这个上面这个图片 是不是切好了 接下来切下面这个 是吧 下面这些东西啊 下面这些东西的话 一样切啊 这样切 然后是 是不是切了一个是吧 好 然后双击一下它 然后是 这个命名为什么呢 icon01 是不是可以啊 icon01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切片的话 还是可以怎么样呢 它还可以复制的啊 比如说我把它这个 用切片的工具 切片的工具 可以选它 按住alt键 是不是可以复制一个下来啊 复制一个下来啊 大家复制了下来之后 大家就一定要改名字 因为复制下来的这个名字 和这个前面的名字是一样的啊 把它改成icon02啊 icon02 然后的话 把它调一下大小 一定要把它框中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好 这是icon02是吧 好 接着的话 alt键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呢 icon03是吧 03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 这个图标的话啊 我们是按照这个大雅来切的啊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还把这个图标怎么样呢 就是合并的啊 那么大家切的不是太精确也可以 这几个图标啊 因为我们这个切片 只要比它大就行了啊 大家记得啊 只要比它大就行了 然后按alt键 这个是框住吧 然后什么呢 调一下啊 这个什么呢 icon04啊 icon04 好 然后的话 再把它复制一个下来 好 我在复制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是按住alt键的同时 还按住shift的键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在复制同时怎么样 还可以限制我怎么 垂直的拉 明白没有 好 好 这个是icon06 是吧 icon06啊 好 这个这个是不是切好了 这六个图标切好了啊 好 这个图标的话 我们后面还会合并的 合并是什么呢 就是做雪碧图啊 合并的时候 那么那么最好是什么呢 这个切片只要比它大就行了啊 这个地方可以不精确啊 其他的地方需要精确的 比如说这个logo要精确啊 好 接着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这是不是有个箭头啊 这个箭头的话怎么样是不是它是相同的啊 相同的话我们怎么样 只用切一个就行了 明白没有 只用切一个啊 好 只用切一个 比如说这个是 这样切是不是可以啊 好 双击一下它 然后怎么样 然后这个是命名为arrow吧 好 这个icon 这个命名为icon什么呢 icon07也可以啊 因为最终我们要把它合并成一个图像 所以说这个名称的话 不是太什么呢 太讲究啊 好 名称不是太讲究啊 好 接着的话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是吧 这些图片啊 这些图片的话怎么样 一样的话 这个时候怎么样 把它切成一个整体的 是吧 这个啊 切成一整大块吧 好 这个命名为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是760乘270吧 这个应该是对的啊 尺寸如果不对的话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不是整数啊 应该是对的啊 好 这个地方要切准的啊 这个图片的话 命名为什么呢 slider啊 slider slider啊 确定一下 是吧 好 这个的话两个广告图片吧 一样的啊 好 这里切一刀 是吧 好 命名为什么呢 这个是 比如说是 看一下啊 把它放大一下 放大一下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看一下准不准是吧 好 好像切多了一个是吧 把它往上去一点是吧 有时候你这个条不好调上去怎样呢 双击一下它 人为的强制给它命名为 把它输135 是不是可以啊 啊 输135啊 确定 是不是可以了 好 这个的话是一个广告图片啊 那么这个地方最齐了吧 双击一下它 命名为什么呢 adv01是吧 adv01啊 好 然后的话 接下来的话 用这个切面选择工具 选择它按按照alt键加shift键怎么样 锤子负责一个下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锤子负责一个下来啊 好锤子负责一个下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 这个没有对是吧 把它桥上去一点啊 长距点怎么样呢 这个时候怎么样 就是对齐了吧 这命名为adv02是吧 adv02啊 确定 好 好 下面的话 那么是这几个图片是吧 这几个图片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一个小的banner吧 是吧 小的banner一样的啊 那么这样子 切一下是吧 好 切一下看一下这个对齐没有 是吧 看一下这个顶额对齐啊 好 这个 差了一点是吧 差了一点的话怎么样呢 把它怎么样 把它提上去一点啊 提上去一点 好 看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命名为什么呢 命名为banner01吧 可以吧 是吧 好 切面选择工具 双击一下它啊 然后是命名为banner01啊 banner01 好 确定啊 好 确定完之后 然后 还就是用它 复制一个下去 是吧 复制一个下去啊 复制一个下去之后 然后这个时候 命名为什么呢 banner02啊 banner02 好 那么这个过程是比较什么呢 比较繁琐的一个过程吧 好 一点点的往下来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 这个是banner03是吧 banner03啊 好 这个是banner04啊 banner04 Alt加shift啊 把它移下来啊 这个是05啊 好 再来 再一个啊 这个是 好 这个没对齐啊 把它往上面移一点啊 这个是banner06啊 06 好 那么我们把这几个banner 是不是切好了啊 切好了啊 这样切图啊 好 切完之后 那么还有这么多图 怎么切啊 是吧 这么多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好 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 有 有 有注意了啊 再看一下 这些地方是不是 产品的图片呢 这个产品图片怎么样 那么 UI在设计这些产品图片 图片的时候 这些产品图片是吧 是假的 明白没有 它不是最终真实的 要放在线上的 产品图片吗 最终放在线上的是什么 你在后台发布的时候 才会放吧 那么这些图片怎么 是假的 是日照 放在这里怎么样 做个样子 明白没有 它只是做个样子而已 所以关于这些产品图片怎么样 我们只要切一张就行了 明白没有 只需要切一张 记得啊 这个是假的 这个不是真实的数据 明白没有 它只是做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产品图片 只用切一张就行了 那么怎么切呢 那么这个产品图片 大概切多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这些产品图片 是不是都没有背景图啊 大家看一下 这张图是不是 暴露它的大小了 大概是这么大啊 是吧 这么大啊 好 我在这里 切一张 是吧 大概是 这么大的一个产品图片 是吧 好 这么大的一个产品图片啊 好 这么大啊 然后是 这里上面贴起 是不是这么大啊 好 看一下它 大概这么多大是吧 这是大概是一百八成一百八吧 是这样的啊 好 好 那么的话 我觉得这个 这个产品图片太难看了 是吧 我想做网约的时候 做漂亮一点 是吧 那么把它移到这里来吧 是吧 一百八成一百八就行了 我切这个草莓 是不是可以啊 反正保证它是一百八成一百八就行了吧 是吧 好 然后这个的话 命名为什么呢 这个商品是什么呢 固执吧 固执商品啊 好 那么的话 到目前为止怎么样呢 我们基本上已经切好了 基本上已经切好了 好 切好完之后 我们怎么样呢 要把这个图片 切好的图片 放到我们刚才的项目目里面去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建了一个项目目录啊 在这个地方啊 我们刚才是不是建了一个web的项目目录啊 我们就把这个切图的这个图片什么 放到这个Imagic文件夹里面来 没有没有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怎么放呢 那么怎么样呢 就是要点文件存储为web水分格式啊 就可以放了啊 好 这个放的过程怎么放呢 那么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啊 还有一点要注意 注意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切的时候 记得啊 在存之前 先要把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logo是不是要成为透明背景啊 是吧 比如说这些图标的怎么样呢 是不是也要成为透明背景啊 图标啊 好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这个什么呢 我们存之前怎么样 要把这些成为透明背景的图标 它的背景给藏起来 怎么藏呢 啊 按住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是吧 按住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 是不是选中它的背景啊 好 到谁里面来啊 按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 是不是选中它的背景啊 然后点旁边的这个眼睛啊 把它藏起来 有没有 大家看到 如果是这个棋盘格的这种效果的话 是表示它的背景是透明的 有没有 是吧 好 这个logo是不是藏起来的 这个是不是藏起来的 是吧 这个什么 这个购物车怎么样 它的背景没有藏起来吧 好 同样的啊 用移动选择工具 按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 点这个眼睛 是把它藏起来了 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这几个图标啊 这几个图标的话 也要做成透明背景的啊 那么的话 我们也用移动选择工具 按control键点它的背景 是吧 然后是这个背景吧 点这个眼睛 是不是把它藏起来了 是吧 是不是这个透明的啊 好 接着的话 那么的话 你说这个 这个要不要透明背景啊 这个图片不需要吧 这个图片不需要啊 这个图片就是一个截皮机的图片 是吧 那么它是一个 不要透明背景的啊 好 这两张图也不需要是吧 好 那你说 产品图片需不需要透明背景啊 产品图片一般不需要透明背景啊 产品图片一般是 产品图片如果用透明背景的话 这个会什么呢 会什么 呃 让这个什么 发布产品很复杂啊 那么每个处理成什么 透明背景 是不是 让这个发布的时候很复杂啊 是吧 你需要什么 UI每一个产品处理成背景啊 处理成透明背景 这个会增大工作量啊 一般的话产品图片也要求什么呢 也不需要透明背景 这样子的啊 好 这个弄完之后怎么样呢 基本上就好了啊 基本上就好了 然后的话 大家看一下啊 点什么文件 存储为外部手段格式啊 存储为外部手段格式啊 这里面的操作很多啊 操作很多啊 大家注意了啊 好 接下来的话怎么样呢 我们选这个什么呢 把每个图都选一下 这个图 选一下 然后把它什么 选它的格式啊 这个格式什么 是PNG格式吧 选择PNG24啊 好 这个图也点一下 选一下 选择什么呢 PNG24啊 好 这个图点一下 然后选择什么呢 PNG24啊 这是每个图的话 怎么样 要选择格式啊 好 这个图的话 再点一下什么 选择PNG24吧 这个是对的是吧 好 点一下 每个图片都点一下啊 在这个里面啊 看一下它的这个格式 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是JPG 要选择PNG24啊 因为它要做成什么 透明背景吧 JPG是不是不能 做成透明背景啊 好 选择它啊 选它 好 PNG24啊 PNG24 好 选完之后 那么再来选这个吧 这个箭头也是 PNG24吧 好 那么的话 接下来来看一下 这个图片是吧 这个图片的话 一般选择什么 大幅面啊 不要透明背景的吧 选择JPG吧 刚刚我们 我们之前不是学了 图片的格式的吗 那么这个选择JPG啊 选择JPG 好 这是JPG吧 那么的话 我们统一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都选高的话 那么 那么都选高啊 那么一般选择 选择非常高就可以了 非常高啊 好 这个的话 选择非常高啊 这个的话 也选择什么 JPG吧 这个不需要透明背景啊 选择什么 JPG啊 非常高 是不这样的啊 选择它 选择JPG啊 选择什么 非常高 是不这样的啊 好 选完之后 那么接着还要选啊 这几个是吧 都是JPG吧 JPG啊 非常高啊 好 这个过程还是有点繁琐的啊 那么大部分的操作是 类似的是吧 非常高啊 好 这个选完是吧 最后再选这个啊 最后再选这个 产品是吧 那么是非常高 是吧 这个是对的吧 好 这个选完之后啊 好 这个的话 步骤做完之后 怎么样呢 点存储吧 点存储啊 存储 存储的时候 然后到我们的项目目录里面去啊 到我们的项目目录里面去 比如说刚才我新建了一个项目目录 在个web里面吧 web里面啊 web里面大家记得啊 如果我们要存多章的话 那么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多章 放到Imagic文件夹里面去 如果你没有这个Imagic文件夹的话 它怎么样 它自己会新建一个Imagic文件夹 明白没有 所以说我们存的时候怎么样 存到外面这个地方啊 存到web这个步骤下 那么它会自动的把图片放到这个里面去 明白没有 自动放到这个里面去啊 那么我们选到这里就行了 选到这个目录的时候 好 接下来的话呢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选择紧线图像啊 紧线图像啊 然后这个地方选择默认设置 然后切片这个地方大家记得啊 要选择所有用户切片啊 所有用户切片 好 这个时候 选完之后点保存啊 点保存 确定啊 确定啊 确定完之后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图片给切出来了啊 看一下 web里面这个Imagics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都有了 是不是一次性切这么多章啊 啊 一次性切这么多章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前端的话 经常用的一个什么 切涂的一个操作啊 就是批量切涂 啊 好